哈喽同学们晚上好呀 那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的花鸟基础课穷 我是彩玉老师 那咱们呢还是先来测试一下设备 能清楚听到老师的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咱们国画学院四个大字的同学 来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一好吗 咱们来还是同样的先来检测一下设备 好的没有问题 那咱们呢就开始咱们的第二十节课程了 咱们课程进行到现在呢 也是非常快的对吗 咱们同学的收获呢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同学呢要更加珍惜咱们后面的课程 咱们再接再厉 这个继续把它坚持完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文房轻供了 之前啊我们也学习过了一些 这个碎巢轻供 对轻供图呢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学习的就是文房用品 它的一个笔墨的技巧 咱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其中呢它就包含了对于线条和墨色的掌握 同时呀咱们要完成一副完整的写意轻供图的作品 那我们呢还是先来观察一下 这些物品的特征 那轻供图呢它所描绘的内容最早是以花卉呀 蔬果为主的 之后呢慢慢又包含了一些花卉盆景 爽玩类的书画 还有一些骨气盆景呀 以及一些形态各异的石头 你比如说像太湖石这类的物体 这类的石头呢 它也是经常入画的 那咱们可以看到首先呢第一幅画面当中 整个画面当中呢 它是有盆栽的一个水仙花 还有娼婆 灵芝 佛手等等 其实呢我们在画清贡图的时候 这类题材的作品呀 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时节的 不同时节的一些花卉或者是物品 组合在画面当中 那其实呢只要是你所描绘的物体 能够表达出个人的某种喜好 或者是精神 又或者是呢这些物体 它们都有某种美好的寓意 咱们呢都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后面的两幅图片 那后面的两幅图片当中呢 又增加了一些书画 燕台毛笔等等 用来作为录画的物体 代表了一些文化的气息 以及比较和谐的画面 那对于它们如何去描绘呀 待会儿在技法解析的时候 还会带大家去详细的了解到的 那我们下面呢就先来看一看 不同画家对于清贡图 他不同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首先咱们来看到第一幅啊 它呢是宋代赵昌的一幅作品 那原作的尺寸呢是比较大的 咱们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当中的颜色 是比较鲜亮的对吧 那当中呢也描绘了梅花水仙 长春花还有这个山茶花等等的 所描绘的花卉呀是非常多的 那中间呢还有一块大的这个太湖石 整个就构成了一幅构图比较满的画面 尤其是画面当中的这个红色对吧 它的这个红色呢鲜艳如火 非常的旺盛而又富有生命力 其中呢这个画面当中呀 还用到了非常多的一个 这个实青和实虑的颜色 来大家呢可以仔细看一看 它大概呢是处于画面一个背景的这个状态啊 那其中呢啊他们这些颜色 它都是属于纯矿物色的 而且呢这种颜色在古代是非常好 非常珍贵的可保存的时间呢 也是非常久的 那整个画面当中呢 它主要是采用了一种公笔画的一个处理的形式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后面两幅 它是一个偏写意的一个形式了 齐白石和吴福之呢 它都是受到了吴昌硕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啊 那两幅作品当中呢都带有一种金石味 有一种以书法入画的一个气势在里面 线条呢都非常的圆魂有力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到齐白石的这幅作品 那齐白石的这幅作品呢 它虽然说没有赵昌的作品当中那么的丰富 可能画面当中就简单的几个物体 有茶壶呀茶杯呀 还有这个灯油 那以及后面的花瓶里 它是插了一两只梅花的 整体的画面效果呢也是比较雅致的 带有一种君子之风 是非常淡雅的画面 那然后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幅 是乌福之他的一个作品 首先呢咱们可以看到整个作品啊 是一幅长条形的偏S型的构图 那咱们今天呢也是结合了这样的构图形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画面当中呢 增加了一些这个翻页状态的书籍 整个作品啊都给人一种书卷的气息 整体画面呢也是比较干净和整洁的 颜色上呢会稍微的偏亮润一点 比例上呢也是给大家了一个比较厚重的状态 对吧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三位画家了 如果有同学们喜欢某类画家的这个 某个画家的作品 那大家呢课后也可以去搜集一些 他们不同的作品来欣赏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先来看一看 咱们本节课程当中要完成的一个案例图了 那今天的这个作品呢 可能大家也提前预计过了对吧 作品呢是比较大的 是一个四尺对材的纸张 咱们今天呢也是画面当中采用了一个不太规则的 这么一个S型的构图 画面当中呢物体比较多 那呢它就必然会产生一些遮挡的关系 和一些疏密的对比关系了 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遮挡的关系 或者是疏密的关系啊 咱们画面就会显得散了 MOS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也是你看上面这一块它是比较重的 给大家稍微框一下 上面这块呢比较重 中间这块呢也有一个比较重的 再往下方这儿这个燕台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重的 这样呢整个画面都会产生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这个呢就是表现构图之间的一个形式了 同时呢我们今天这幅作品的 在落款上也是有讲究的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画面右方呢 它的一个墨色是比较多的对吧 偏重了一些 那画面左方呢我们这儿就拿着一个落款 去给它压一下 这样呢左右之间啊又会有到一个平衡感了 这个就是咱们在落款的时候有到的一些讲究 那现在呢老师要掉转镜头了 请同学们做好实操的相关准备 好现在啊同学们 如果能够看到老师双手的同学 来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好吗 好的没有问题 那首先呢咱们今天啊先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咱们毛笔的画法对不对 其实呢你看大家平时都在用毛笔 咱们呀就可以拿出咱们的这个毛笔来写写身 咱们拿着咱们的自己的毛笔呢 来放在这儿一块观察一下 首先呢咱们可以看到毛笔呢 它是由前方的一个笔头加后方的这个笔杆组成 以及后方的这个挂绳 它主要是分为了三个部分的 那可能有的一些毛笔啊 它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可能前面呢还有一小节 它是这样紧紧包裹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不是一个直直的这么一个这个笔杆的组成啊 这个是它的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咱们的这个笔 咱们如何去描绘它啊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先会用到一个墨色去双勾的方式 那刚刚老师的这个笔子呀 刚刚也是干画了画直接给它拿过来了 大家呢也可以拿出咱们自己的小笔子 倒上一点墨汁 然后呢你想我们在画小线条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用一只小厚的煎熬毛笔啊 但是呢不要用勾线笔去画因为勾线笔画的线条呀太细了 线条呢就会缺少一些这些由粗到细或者是一些虚实的变化 那我们呢先来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 中等或者是你略微偏淡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刮去笔度上这个多余的水分 一定要注意控制咱们的这个水分啊 那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到笔头的这个位置 笔头的这个位置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会用到一个类似于钉头树尾苗的方法 咱们呢去给它稍稍顿笔 然后往后去带 那有一个弧度的这个变化 你看是不是有一点像咱们在画之前第一节课画的这个水仙画的一个画瓣的感觉呀 稍微顿笔线条由始到续带过来 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这个就是咱们笔头的一个画法了 那再往后呢就是连接着它的一个笔杆啊 笔杆呢我们的用线是比较长的 线条呢也是比较匀称的 所以大家呢在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屏住咱们的呼吸 稳住呼吸慢慢的线条匀速的往后去带 一个比较直的线条 再来第二条 老师在这个线条稍微有一点小问题给大家重新画一下 稍微的两个线条呢 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行的状态 前面没有听到不着急那你客户呢再把前面的这个部分给它补一下 线条这一块呢大家待会可以稍微多练习两组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它画到后方的时候用的是一只小号的尖豪毛笔 画到后方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挂绳 咱们把这个挂绳呢给它表示出来也是一个中锋行笔的线条 它的挂绳呢有的直接是这样去缠绕过来的 有的时候呢它是那种像这样的挂绳一样它是打了结的对不对 那这种打了结的挂绳呢咱们就直接是中锋行笔带过来稍微钝笔再带出去 下方带过来稍微钝笔再给它带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挂绳的两种画法 第一种这个是第二种 画的时候呢你看因为我们的毛笔前面有一些毛毛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笔呢稍微擦的干一点 然后呢从前方往后去用比较干的笔触往后去给它带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笔尖的一个处理形式了 一定要用比较干色的笔触啊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这样的一种画法之外 它还有一种画法就是那种直接用墨色去表现的 那我们呢首先来调整一个偏淡一点的墨色 调整一个略微偏淡的墨色 先去画出这个笔头的部分 笔头的一个部分呢它是一个类似于小椭圆 这个小的一个水滴状的结构 咱们笔尖呢入笔一样下去 然后再拖动一部分距离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笔尖了对吧 再往后方呢就是它的一个笔杆 笔杆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个略微偏重的一个墨色 略微偏重啊比前方的这个笔头呢稍微偏重一点 来这个地方咱们稍微的去切笔 然后呢中锋慢慢的去给它带出来 再收笔 后方的这个挂绳呢跟前面的画法也是一样的 咱们中锋呢给它带过来一个挂绳 你看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呢咱们就不是双勾了就直接是用墨色直接去表现的 好这个是毛笔它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两种画法 这一块大家能够明白的话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这个数字一好吗 主要是咱们这一块画线条是不是 大家觉得这一块画线条 如果有点难的话呢 现在待会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画案例的时候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先练习 几组几组这样的线条我们再去画 好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咱们研台的一个画法 首先呢我们的研台 我们先用这个类似于立方体的一个表现形式去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结构啊 它呢你看像一个长方体一样的对吧 长方体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形式 有一些这个透视的关系 下方这呢就是它的一个厚度了 你看下方这里是它的厚度 颜色呢是比较重的 我们用这些斜线条给它表示呀 这个是它比较厚重的地方 待会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的颜色呢给它画的厚重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先用偏重一点的墨色啊 墨色一定要重一点 调整一个重墨色 然后呢我们先画出上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呀研台的造型比较多 有一些呢它是比较偏圆润的 有一些呢它是比较偏这种长方体的 咱们带过来 肥皂盒有一点像啊 这个是你看这个就是它上方的一个结构了 前面呢会稍微偏宽一点点 后方呢会稍微的偏窄一点点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透视的变化了 好然后咱们再往下呢 你看下方这还有它的一个厚度对吧 它不是那么单薄的 我们呢把它下方的这个厚度给它添加上 用线再用线的时候呢 你的线条稍微有一些这个方中带圆的感觉 再往回画呢 你看它们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平行的状态 慢慢的去画到后方 再给它呢连接过来 线条呢不要太过于像一根铁线一样的 你看线条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粗细的变化呀 这个由时到时的变化 还有一些这样的转折呢 才会显得咱们的线条更加的灵动 这个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到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一眼台它不只是这样一个平板型的对吧 它肯定要能够去沉墨汁的地方 咱们把它上方呢画出来两个小格 你看它的边缘处都是跟外轮廓 基本上是平行的一个状态 来第一个格子 第二个格子呢你可以略微的去画的偏小一点点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燕台的外轮廓了 基本上呢咱们把这个双购的形式勾勒好之后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去添加颜色 我们再去添加它的一个颜色 去表现出它的一个体积感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用重色去春擦一下 你看它侧面是它的一个阴面 还有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边缘处呢 也是它的一个阴面对吧 我们呢先把它的一个阴面 用偏重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给它调整的偏干一点 一定要擦去笔度上多余的水 调整的偏干 我们再去春擦 春擦的时候呢咱们的笔呢稍微偏测一点 你看从这个外轮廓处春擦过来 不要把这一块呢春擦的太满了 要有一些非白 一定要有留下非白啊 那我下次看作业的时候 看谁给我全部擦的黑黑的了啊 那再往外去春擦 咱们的笔呢偏测一点点 你可能在转弯的时候呢 它颜色可以偏重一点 那你再往中间去擦的时候呢 它就会留白了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让它留白 不要全部把它擦的太黑 擦到这一块呢 我们如果笔上的颜色不够了 我们再来调整颜色 从后往中间去给它春擦 这样呢中间这一块 它的颜色就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 这个非白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结构 它里面的结构呢 主要的阴面处于这个地方 咱们侧风来给它带过来 这个位置 然后再来侧风一点 线条呢 由时到需 它的这个春擦的线条呢 咱们可以看到 它也不只是一个非常的 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粗的线条 它也会有到一个宽窄的变化 可能这里稍宽 再到这里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偏窄 再来往后方呢 后方它的一个阴面的位置呢 也是这个位置 所以咱们稍微侧风来给它带过来 再往后方线条由时到需 慢慢的去给它带过来 收的时候呢 咱们稍微偏虚一点点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处理的太过于呆板了 对吧 我们呢也可以往前清扫一下 清扫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几个阴面表现出它立体结构的位置呢 咱们就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面还有里面的这个这两个面呢 我们就用到的是一个淡漠色 我们先来调整一个淡漠色啊 在调整的时候呢 调整完了之后还是要刮去咱们比度上多余的水 然后往中间咱们比呢稍微偏平横一点 从这个边缘处来顺着这个方向去存擦 存擦的时候你边缘处一定要留出一个稍微有一点的这个小的水痕 水线不要把它呢全部画得太过于太平整了 这个是咱们要注意到的 同时你存擦的比处呢你的每个比处之间也不要都是同样平齐了 也有一些这种类似于高低错落的这种关系 好然后咱们再去调整第二个 如果你把这两个颜色呢糊在一块了之后它就会比较阴 然后呢整个颜色它就融合在一起了就区分不开了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咱们呢比出稍微偏干一点点去给它存擦一下 好存擦了之后呢可能咱们的夜台里边还有一些渗的墨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表现出这样渗的一个墨色的感觉呢 我们比肩上留进来一个比较重的颜色往上方去清点一些 可能我的这个画面当中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晰啊 因为它没有干去清点一些这样的墨色的点在里面呢 它会稍微有一些晕开的状态 但是咱们这个墨色的感觉不要点的太多了 好完了之后呢你看最上面的这一层它的颜色呢 是咱们所有画面当中啊是咱们的这个燕台 这个物体当中最为浅的一个颜色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个更淡的墨色 来去给它存擦一下 顺着它的一个边缘处去给它测封 带过来就可以了 再去存擦的时候呢咱们都用笔也是一样的 要有一些这样的留白的感觉 好这样呢就可以了 主要的颜色呢分为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你看它立体的面是最为重的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这两个底面这它颜色是稍微偏重一点点的 那最上面的这个边缘处呢它的颜色是最为浅的 好大家能够理解吗 好这个呢就是咱们燕台的一个画法了 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见到的燕台呢也是比较多的 大家客户呢也可以拿让他们来写写生对不对画一画 好那这一块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小画画吗 好这一块如果能够理解的同学呢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小画画或者是一个数字一都可以 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提出来比如说你哪个地方觉得没有听明白啊也可以说出来的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下一步呢就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咱们的这个书籍 大家如果手边上有书籍对不对拿出来跟咱们一块来观察观察 那我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的一个小模特儿 来大家旁边有没有书呀来跟我们来一起折一折啊比如说咱们的这本书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有一些翻页的这个感觉 你看稍微翻页可能有点大你看它稍微翻页了之后就跟咱们案例图当中所看到的这一个比较相似了对吧 首先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翻转出来的感觉还有前方这呢是它的一个这个是它的一个厚度 然后呢有一个线条往后去延伸这个是它的一个外轮廓翻转过来的这个书页 左侧呢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厚度了它的这个书页呢我们从前往后去看它也是会稍微有一个这个透视的关系的前边会稍微偏大一点点 后边呢它就会稍微偏小一点了啊这一块呢比较好理解大家呢主要是来看一看它的这个翻转的感觉咱们如何去表现的大家仔细看一看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带着大家去画一画啊那我旁边呢这个也是有一个给大家画的一个这个课图稿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 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大家这一块呢也是要用到一个中号的煎毫毛笔毛笔呢不要太大 调整好之后一定要记住刮去咱们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好然后呢我们先来画的时候先画出它的一个厚度 厚度稍微大概呢就这么长一厘米左右嘛 然后呢我们再去不要添加后方的这个线条啊 我们呢现在去把它的这个翻页的一个状态去给它表示一下 它翻页的这个状态呢你看它是有一个偏侧面一点的这个弧形 你看是不是要偏侧面一点的这个弧形从这个从这个地方呢慢慢的给它带过来到这里就可以了咱们收笔 收笔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就把它的这个往后方去延伸的这个书籍的厚度呢 咱们给它表示出来两个线条呢可以有一些这个长短的变化 好然后我们再来去把这个翻页的厚度呢从中间处咱们去这个起笔不要从前方这了稍微空一小格去处理出来它的这个翻转的一个厚度 翻转的厚度呢它是一个到了中间处会比较窄 你看这个双勾的线条到了中间处慢慢变窄再到下方下方这呢也会变窄中间窄这里窄左右两边呢是比较宽的 你看这这两边比较的宽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画完之后再往左侧画出整个书籍它的一个比较平整的这一个部分了 线条呢稍微有一些起伏的变化慢慢的去给它带过来 好再往后去延伸 再往后去延伸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注意这个线条它慢慢的去匀速往后 前方稍宽后方呢稍微偏窄一点点 那顺势呢我们就把这个翻页的这个部分呢给它画出来 这两个线条呢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行的状态 注意它的一个长短的变化啊有一些这个错落的关系这两个线条呢它其实是等长的大家看到了吗等长然后呢比较平行 好再来往下 注意它的一个前边宽后边窄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去延伸 把它们去连接到一块 咱们注意咱们这个同学呢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网络的问题啊 来后方处呢咱们同样的把这个书页给它画过来 你看它的这个书页呢也不是一个平整的对吧 也是要有一些弧度的变化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把下方它的一个书籍下方的这个厚度呢咱们给它表示出来 线条呢也是中锋形笔慢慢的去给它带过来的 好画完之后呢你看咱们的树叶不可能只是单单的两这个两叶对吧 肯定有一些厚度呀 那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比较干一点的笔触啊 我们呢去给它画出来它的一些这个厚度 注意这个厚度呢咱们也是偏干一点点给它啊 带过来一些比较平行的线条 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咱们去起笔往后去带 再来去存擦 中锋去给它画出来一些偏干色的线条 画出一些书页的变化和厚度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不要把这个部分的颜色呢穿插的太厚了 画的圈画的越宽 书翻过去的越厚 是的你的这个书这个宽度呢你画的越厚对吧 你的这个书呢它翻轴的也是越多的 那我们在画完之后呢还可以在这个书 书页上面啊咱们去给它画上一些这个纹路 表示出来它有一些这种 很类似于字 一行一行字的那种感觉啊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些竖线它与边缘处呢都是平行的 横线处呢它与上方的这个边缘处呢也是平行的 好再往下去画的时候呢 线条有一些这种若断若续的感觉 不要把每个线条呢都画得直直的了 上方呢它也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长方形的这个条状 咱们去给它表示一下 感觉这个书呢非常的古朴对吧 好这个就是咱们书的一个画法了 还有呢我们在去画的时候 这个地方咱们也可以稍微的去给它加上一个这样子的厚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书页前面这个部分呢 它是古代它是用了一个装定的那种方法 那在现代呢它可能就是一些胶给它糊在一块的 所以前方这一块呢它是比较硬的啊翻不过来的 好这个是咱们要表示到的 这个呢就是咱们书的一个画法了 这一块大家 还是同样的 如果这个书呢对于它翻转的这个结构能够明白的同学 还是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好吗 那主要呢是可以是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对这一块都能够掌握了 好的没有问题 那现在呢下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也会画到葡萄了对吧 葡萄呢咱们啊在第五节课的时候也已经系统的学习过了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的去讲解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是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一串葡萄里面它的一个色彩要有浓淡层次的变化 同时呢葡萄串它是边缘处怎么不能画的太平整啊 要有一些这种高低起伏的感觉啊 还有呢我们再去画中间呢它的一个裹饼的时候 这个小的一个枝干 注意中间的枝干呢不要画的太直 要有一些转折和变化 其他的呢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了 大家呢应该也都还记得咱们葡萄怎么画的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咱们的一个作品纸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作品纸呢也是比较大的 大家呢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桌子赶紧收拾一下 其实呢老师的这个桌子也是比较小的啊 那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稍稍的会把咱们的这个纸呢给它折一折 好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案例图了 那首先呢我们主要画到的是处于咱们画面的一个 左下方的这个案台和这个毛笔啊 大家呢首先我们先来找一找这个毛笔它的一个位置 毛笔的这个位置呢它的一个最下方处是在 可能要稍微给大家分小一点了 要不然大家可能看不到 来首先呢这个毛笔它的一个位置是处于咱们的一个纸张 纸张边缘处呢往内去大概呢是四指的一个距离 那同时呢距离咱们纸张下半部分呢可能是一个这个颜料管的一个距离啊 大家呢可以找一找这个位置就在这儿 那咱们找到之后呢可以点上一个这个小点 它的一个最上方的位置呢来我们先把这两个点找到啊 大家都知道两个点连成一条线对吧 最上方的这个点呢它是在咱们的一个中轴线往右处一指的距离 距离上方的一个横中线这儿呢可能是一个 也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所以就在这儿来我们呢还是同样的点上一个小点 好这两个点大家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 用一个小号的煎号毛笔 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 然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咱们笔度上的这个水分 刮去笔度上多余的这个水分啊 来画的时候呢大家屏住咱们的呼吸 来不要讲话咱们的集中精力 线条呢由时倒序的咱们给它画过来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尽量是拿咱们的一个手肘去 这个发力 这个是咱们的第一根线条 第二根线条呢可能它的一个毛笔的宽度 对吧是刚好是咱们的手指头 刚好一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大家呢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宽度啊 好注意咱们的这个线条从下往上 好匀速的画过来 可能呢下方会稍微偏宽一点点 上方处呢会稍微偏窄 可以的可以的咱们同学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就用一个四尺三材的纸也可以 好画完之后呢你看我们把后方的这个它的一个 后方的这个部分呢去给它添加一个小小的厚度 前面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把它的一个边缘处呢 稍微的给它处理出来一个弧度的变化 我的一样大可以吗 你说的是什么一样大呀 可以的可以的 这是开始画了吗 是的呀 好咱们把笔杆的这个位置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画一下笔头 笔头呢它大概是咱们的一个 可能是刚好两个手指头的一个长度 咱们呢前后一样大可以的可以的 来咱们从这个地方呢稍微顿笔线条呢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然后去带下来 再来稍微顿笔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咱们再带过来 你看这样的这个笔呢它就会比较的跟咱们手中握的笔是一样的了 对吧 然后呢把咱们的笔尖稍微春擦的偏干一点点 从笔封处往内去清扫一些这个线条 线条呢要有一些长短的这个变化 春擦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来调整一个略微偏重的墨色 去勾勒一下它的这个挂绳 挂绳呢我们再去画的时候 从中间处中锋去行笔 线条呢有一些这个弧度 慢慢的给它带过来还是比较的轻松 再说一下毛笔的位置 毛笔的这个位置呢 它最下方处是位于咱们纸张左侧 你可能是四指的距离 那距离咱们纸张最下方呢 可能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那上方这个位置呢 上方这里我说的是这里啊 距离咱们中轴线一指的距离 距离咱们的一个最下方的这个横中线呢 也是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你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这个就是咱们的毛笔了 咱们画完之后呢 先不要着急 待会咱们再去给它染色 好那现在呢 咱们注意来看一下 宴台的这个位置了 宴台呢我们是主要是分为了 它的四个边角处去给它定位的 首先呢第一个边角处 它的这个位置是距离 咱们的输中线往左一指的距离 那同时呢距离咱们的一个 距离咱们的这个 上方处第一根横中线啊 横中线呢大概是一个颜料管 再加上一指的距离 你看一个颜料管再加一指 在这儿 我们呢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再来找到往右下方这儿 它的第二个点呢刚好就在 咱们的一个输中线往右处 大概是两指半的一个距离 可能所谓手偏宽一点点的同学啊 可能两指的距离就在这儿 那距离咱们的一个纸张下方处 或者是你跟这个纸张的第一根横中线比也可以 其实呢它刚好是在咱们的这个中间位置的 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画面去调整一下 那我画完这个点之后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焰台是不是太窄了呀 稍稍的给它再去加宽一点点也可以 这两个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右侧啊 右侧它的第一个点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距离咱们的纸张右侧呢 是四指的距离 距离这个横中线看到了吗 往下呢是三指半的一个距离 三指到四指都可以在这儿 好再来往下呢 你看再来往下找到找到这个这个点的位置 这个点呢它距离咱们指张边缘处 可能就是两个手指头的距离了啊 距离咱们的第一根横中线呢 是一个颜料管的位置 一个颜料管的距离 所以也在这儿 好那这个就是咱们 焰台的一个位置了 大家这一块定好了吗 定好了之后啊 我们赶紧来调整一个偏重一点的墨色 调整好这个偏重的墨色 然后咱们再来刮去比度上多余的水分 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线条不要太实了 要有一些这个虚实的变化 中方咱们先把上方的这个线条呢 给它画过来 可能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比 稍微有一些这个上下的松动的感觉呢 也是可以的 边缘处呢 边角处咱们不要画成正方形的了啊 它边角处呢 是要有弧度的变化的 咱们再来顺势从这个地方呢 给它带过来 羽毛笔相交处呢 咱们一定要记住稍微的去断笔 然后再来往后去画 画到这儿 再去把这几个 把这个外轮廓呢 去给它连接过来 上半部分咱们这个地方画好了 画下半部分呢 应该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了 再来直接往下 从这个位置稍稍的带下来 再来带过来 线条呢 是比较平行的一个感觉啊 再来转折处 慢慢的往后去延伸 线条呢 逐渐的由粗到细 再往上带过来 你看 是不是像刚刚咱们同学说的 这个肥皂盒呀 画完之后呢 我们把中间的这两块这个 研台中墨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咱们把这两个小格子 给它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 前方的小格子 你可以略微偏大一点 它的线条呢 与外轮廓是比较平行的 再往外去延伸 再来慢慢的带过来 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你线条尽量有一些这个 粗细呀 这个转折的变化 其实是更好一点的 再来往后方去延伸 咱们这个研台的万龙 扩大这一块画好了吗 好 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先来调整一个 略微偏重一点的这个颜色 我们先去村擦一下这个 燕台它的这个阴面 画出它的一个立体感啊 村擦的时候大家都明白 村擦的这个笔处呢 是偏干的 所以咱们一定要控制一下 笔度上的这个水分 再去村擦的时候 从边缘处 咱们的笔稍微偏侧 然后往中间去村 注意与毛笔相接的这个位置呢 咱们慢一点点 再来往后方 须笔须入 然后到中间呢 稍微偏实一点点 再来往后方 从这个地方咱们先接 往后方去推 线条呢偏虚一点 画到中间处 咱们的笔呢偏干了 对吧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颜色 从后方处这儿 往中间去衔接 所以呢 它们在衔接的时候 就会接得非常的自然 要注意一些这个留白 不要把这个村擦呢 村的太过于太黑 太实了 这个是外边 村擦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村擦一下 内里两个这个小方格 它的一个阴面处啊 咱们再去村擦的时候呢 主要村擦这一条边 和这一条边 去给它加一加这个厚度 再往后方这儿 稍微侧风 慢慢的去给它带过来 你想要让它更衔接的自然一点呢 你也可以是稍微的把这个边缘处往上来 稍微的带进来一点点也可以 再去村擦一下后方 偏侧笔慢慢的去给它带过来 再往右下方这儿 有一些这个须笔啊 留白的这个感觉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好 咱们这一块重色村擦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需要来调整一个 略微偏 更淡一点的颜色了啊 拿出 咱们可以拿出一个干净的小碟子 作为咱们专门用来调淡漠的一个小碟子 是比较方便的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来 挂去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把咱们的笔呢 侧着从边缘处往中间横着去村擦 村擦的时候呢 注意这两个线条之间啊 一定要留出一些这个 空白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小小的水盒呢 也是可以的 来注意与毛笔去相接的时候呢 咱们也是要稍微的给它留出来一些 这个留白 不要把咱们的这个毛笔呢 也给它糊在一块了 咱们村擦的这个笔触呢 你看 它与外轮廓去相接的时候 也是要有一些这种 起伏和变化在里面的 好的好的 来 第二个小格子 咱们同样的方式 笔横着啊 从边缘处呢 咱们去给它带过来 注意我们在去画的时候呢 尽量一两笔给它村擦到位 不要来回去补笔 村擦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加一笔水分 把这个颜色呢 可以调得再大一点 大家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根据自己的一个墨色的状况 去调整咱们要去添加多少水分啊 调整一个非常淡的墨色 好 然后呢 咱们顺着这个边缘处 还是把咱们的笔呢 偏侧 给它慢慢的去清扫 清扫的时候呢 也是不要把它扫得太实了 用一些这个须笔呀 留白的这个感觉 你看墨色 它的一个层次的变化呢 就非常的丰富了 比方偏侧 村擦的时候 不要村擦到这个 线条外面去了 好 这个就是咱们 验台的一个画法了 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拿这个淡墨色 我们现在呢 再去画一下这个 稍微的村擦一下 这个毛笔的外轮廓 顺着它的一个线条边缘处 稍微的去给它村擦上 这样的一些线条 线条呢 不要村擦的太多 可能呢也就一两笔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 拿出咱们的一个小碟子 咱们挤上一点藤黄 挤上这个藤黄之后 不要着急用 我们要调整到的呢 是一个藤黄加淡墨的颜色啊 藤黄加淡墨 这个颜色呢 一定要调的非常的淡 来大概呢 调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去给它 把咱们的这个笔杆呢 稍微的给它染上一下颜色 那其实呢 咱们的这个笔上 它还有一些刻字在这里呢 咱们就不 就不去给它再去添加的那么细了啊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毛笔和验台的画法了 这块画完呢 先稍微的等一下大家 那这块大家画完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往下来 看到咱们的这个临近球的部分了 大家还记得吗 它的这个临近球呢 其实它就是水仙画的临近球 是不是我们学习到的内容 又复习了一下呀 首先呢 我们先来找到它的一个位置啊 它的这个位置呢 注意我们在找的时候 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左 最左侧 最右侧和最上方的一个位置去确定的 首先呢 我们来找到它的一个 最左侧呢 大概是在这个 我们先来找到第一个半啊 第一个半它起比的位置 这样大家呢 会方便一点点 它第一个半呢 是比较完整的 大概呢 是在这个中轴线处 第一根横中线处 来大家找到这儿 距离咱们纸张边缘处呢 是四指的距离 看到了吗 毛笔什么颜色 还是用到一个 我们只要是勾线啊 咱们这节课 只要是双勾的一个画法 都用到的是小号 接号毛笔 没有换笔 如果要换笔的话 会提前给大家说的 毛笔什么颜色 毛笔是一个 藤皇加稍微 稍微加一点淡墨的这个颜色 来咱们呢 在这点上一个小点 整个临近球呢 它都是一个偏 这个略微 有一些偏 微微偏 倾斜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呢 我们来调整一个中等的墨色 调整好了之后 还是要把笔 擦的稍微偏干一点点 找到这个位置 线条呢 是一个略微带钉头 鼠尾瞄的感觉 慢慢的给它带下来 像是画一个花瓣的感觉 线条呢 不要太过于圆润了 又有一些这种方折的感觉 来这个是第一个瓣 然后咱们再往右啊 在右侧呢 把另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花瓣呢 给它画出 它的这个临近球的这个 另一个瓣给它画出来啊 那它呢 大概就在咱们纸张的 边缘出了 也是呢 稍微比这个横中线低那么半指的距离 咱们微微钻比线条呢 要有一些这个弧度和转折的变化 这一个瓣呢 会稍微偏宽一点点 你看下方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咱们现在复习的呀 就是这个啊 水仙花临近球的画法 咱们这两个大的临近球的瓣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往后去添加一些偏小的半有遮挡关系的这个半呢 就可以了 你看线条呢 要有一些粗细的变化 先画前面完整的再去画后面这些被包裹的 或者说呢 它是处于咱们后方的一个位置的 都可以 再往左侧呢 是一个小半 咱们钉头数尾苗给它带过来 我们是不是也刚好复习了钉头数尾苗的一个画法呀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往后去添加一些这个小的半了 小的半呢 它刚好就是露出来一些这样的小的尖状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有一些类似于这种 书密的关系 左边稍微偏密一点 右边呢 就会稍微的偏稀疏一点 再往后方 咱们稍微的钝笔 给它再来带上一两 那么一两个半 自己呢 也可以根据自己画面去进行一些 这个适当的调整 画完之后 我们现在拿这个比较偏干的笔触 从下往上顺着它的这个结构 去给它去增加一些它的这个体积感 也就是说去增加一下它的这个结构 比呢 稍微偏测一点点 把咱们的中锋给它压下去 去春擦一些这种有高低起伏的线条 你只要春擦在下方啊 不要把整个临近球都去给它春擦上了 后方的呢 咱们就稍微的给它带上一两个小的笔触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笔这个临近球的肩部呢 稍微的给它带上了一点点 这样的干涩的笔触呢 也是可以的 你看 这样带下来一点也可以 好 画完这个结构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一笔偏重的墨色 我们要把临近球下方的这个根须呢 给它画出来 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咱们的这个根须呢 用到的是一个书写性的一个形式啊 它呢 是有一些这种线条呢 由粗到细的变化 要有一些长短和交错的这个变化 画的时候呢 不用画的太多 你可能画到六到七个线条呢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咱们临近球的一个画法了 画完之后呢 你看我们下一个要画到的物体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呀 我们在税朝清贡图的时候呢 都学习过了这个柿子的画法了 对不对 这个柿子呢 刚好咱们今天啊 又可以给它再来复习一遍 咱们柿子用到的颜色呢 来大家老师考一考大家啊 还记不记得咱们柿子用到的颜色是哪两个颜色呀 什么球 临近球 这个是水仙花它的一个种球 叫临近球部分 咱们柿子用到的颜色呀 就是一个珠标加鼠红的颜色 主要呢 在咱们画面当中描绘的还是一个颜色偏红一点的这个柿子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还是用到的珠标和鼠红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呢 也能够表现出一种比较喜庆 万事如意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意义非常的好 还以为是荷花 刚刚我给大家我给大家讲过呀 我们在花之前就说了 它是一个水仙花的临近球 猪鼠 简洁明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用到的是一只中号或者是大号的煎豪毛笔 那我们现在先来调整一下啊 我用到的是一只大号的煎豪毛笔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珠标的颜色调整一下 第一步还是调整珠标 感觉像是多肉呀 感觉像但它不是 好 然后我们第二步再往笔尖处去调整一个这个鼠红的颜色 咱们呢大概揉在笔尖处三分之一 颜色呢会稍微的偏重一点点 来揉到笔尖处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咱们的这个柿子的画法 咱们今天的柿子呢可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画法啊 也是给大家去稍微拓展一下 柿子起笔的位置呢它大概是在咱们的一个第一个横中线往上啊两到三指的距离 在这儿你看距离咱们竖中线呢可能是三指的距离 在这个位置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个小点一定要小 好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它很可能跟这个临近球的部分有一些遮挡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画到临近球这个部分的时候呢稍微偏慢一点点 来咱们的笔封稍微偏側 然后中锋慢慢的把咱们的笔度呢给它压过来 压过来了之后再去进行一下这个调整 让咱们画的这个部分呢偏圆润一点点 再往后方添加一个这样的笔触 主要这样去画呢是为了画出柿子 它边缘处一些凹凸不平的这个感觉 然后咱们再来调整一下颜色啊 调整一下颜色颜色一定要厚重 再往笔尖上揉进来一个三分之一的属红 来咱们从这个地方稍微的添加第一个笔触 把笔尖铺平压下去 然后再慢慢的顺势呢带过来 带过来的时候注意临近球区相接触呢 咱们慢一点然后把笔度来压下去 或者是你压不下去你也可以用中锋 慢慢的适当的去给它补笔 好画完之后我们来画出它的第二层 第二层呢我们在画的时候笔尖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入笔流出它的一个这个弧度处啊 然后呢一两笔给它带过来 慢慢的到临近球这个部分处呢 咱们适当的慢一点 小心的处理一下它的这个结构 如果你觉得这个柿子你在画的过程当中 你想要让它更加的厚重一点点呢 你也可以把下方的这个部分画的在偏厚一点 也是可以的 好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第一个柿子了 第一个柿子大家画完了吗 画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到左侧的这个柿子呢 一定要跟它产生一些遮挡的关系啊 不要让我看到大家 是不是把这两个柿子给它隔开了 这样呢就是不太好的 一定要把它俩呢 给它有一些遮挡的关系 同时呢后方的这个柿子的颜色 可以略微比前面的这个颜色呢 稍微偏淡一点点 来我们先来调整颜色 还是先来调整珠标的颜色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还是同样的 在笔尖上呢去揉进来一个属红色 属红色我们在揉的时候呢 你的颜色可以略微的偏淡一点啊 来左边的这个柿子呢 它是有一些 你看稍微有一点往左下方去倾斜的这个感觉啊 是左上方去倾斜的这个感觉 你看这个是它柿子头部的这个位置 大概呢就是在这个树中线处齐笔的 咱们先把右侧这个部分呢 给它添加过来 中锋行笔 略微比这个柿子呢 高出来一指的距离 中锋 咱们转笔慢慢的去给它压过来 好 咱们收笔 后方这儿再去添加一个偏小一点的笔触 把咱们的笔略微铺平给它带过来 再来调整颜色 想要这个颜色厚重呢 咱们的颜色就要及时的去调整 来左侧这儿 也是同样的中锋 咱们慢慢的带过来 然后把笔 笔度这儿压过来 你看就画出了这个柿子边缘处一些凹凸不平的这个感觉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笔 多的 多一点的这个颜色啊 调整一笔 注标 然后咱们再往笔尖上去调整属红 一调整完这个注标之后啊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刮去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好 然后呢 咱们笔尖处从这个位置去起笔 不要出去太多 从它的一个下方稍微空开一个水痕 把咱们的笔侧方给它推过来 你在推的时候呢 注意一点稍微有一点须笔慢慢的带过来 就可以了 也是比较轻松的 如果你觉得下方呢不够饱满 咱们也可以趁湿 再去给它补个一两笔 右方这呢 咱们也稍稍的给它带进来一个比较小的笔触 这样呢显得咱们的柿子更加的饱满和圆润了 对吧 好 咱们这个柿子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拿出一只小号的尖号猫笔 然后来调整一个略微偏重一点的墨色 我们需要来画一下后方的这个小的支干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这个小支呀主要是取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这个小支呢 它是一个往右下方去倾斜的状态啊 咱们从这个地方去起笔 稍微顿笔 然后线条由时倒须转折 慢慢的再带过来 注意呢 它会跟临近球去相接 再来往后方去穿插一些更小一点的小支 好 这个小支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需要来拿出咱们的一个淡墨色 拿出一只大号的尖号猫笔 我们呢来画出这个柿子它的叶片 我们在画叶片的时候呢 注意叶片它要有大有小这样去组合 首先呢 它的第一个叶片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出笔 第一个叶片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翻转的感觉啊 咱们的笔尖入笔 慢慢的压笔 你看慢慢压笔 再慢慢的去往下去压 收笔 这个是它一侧 然后我们再画出它的类侧 类侧呢 咱们从它的中间部分去 入笔 再慢慢的压笔 你看压笔压到叶片肩部 再继续收笔 这样一个偏侧面的叶片呢 咱们就画完了 对吧 左方的叶片呢 都是比较小的 咱们直接笔尖压笔 然后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给它带过来 比较的轻松 再往下方呢 咱们再来带出一个叶片 让它呢 跟柿子有一些这个遮挡的关系 这样呢 就不会显得咱们的画面 物体之间没有联系了 这一块画完之后呢 由于咱们的柿子 还有咱们的叶片都没有干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着急去添加它的叶脉 和它上方的一个果饼啊 我们一定要等它干完之后 再去添加 要不然这样的话 就会破坏咱们整个画面了 好 那这一块 大家能够跟得上吗 咱们这个凉凉青团同学真板 其实呀 这个柿子 像这样分为两层的柿子呢 在北方还是比较多见的 在咱们南方呀 还是那种 它整个是处于一体的那种柿子 是比较常见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要罗洞画质咯 待会咱们再回过头来画这个叶脉和 锅饼啊 如果待会老师忘了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我啊 咱们今天画面登中的内容实在是有点多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 要画的就是上方的这个灯盏啊 这个灯盏呢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啊 点灯的这个位置开始画啊 首先呢 我们先来找到它的一个灯口的位置 灯口的位置呢 它就在这儿 距离它距离咱们的一个竖中线呢 刚好是一指的距离 那距离咱们的这个上方 最中间的这个横中线啊 最中间的这个横中线呢 你看刚好是四指的距离 来咱们点上一个小点 它右侧这呢 后方尾巴部分 它距离大概是在咱们的一个 竖中线往下是 可能是五指的距离了 所以就在这儿 它会比前方的这个灯盏处呢 这个肩部处呢 稍微低一点点 距离咱们竖中线呢 刚好也是四到五指的一个距离 在这儿 咱们呢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呢 是上方前方偏接 后方有一些偏圆润的感觉 中间这儿呢 有一些凹陷下去的这个状态啊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调整一个 略微偏淡的墨色 略微偏淡 调整好之后 还是用到的是尖号毛笔啊 调整好之后呢 刮去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找到它的这个口部 是一个比较尖的 咱们呢 稍微钝笔线条 优势到虚 到中间这儿呢 咱们可以略微的 给它钝开一点点 再来往后方 慢慢的去带过来 前方这儿同样的中锋 压笔有一个弧度 慢慢的去带过来 迟到了 迟到了 是不是得给你发发站呀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呢 你可能前方的部分跟不上了 你这一会儿呢 跟着我先来局部练习一下啊 请你再讲一下位置 好 我再给同学讲一下位置啊 主要是第一个位置呢 它距离咱们竖中线 往左一指的距离 距离咱们中间的这个横中线呢 是四指的距离 这个是第一个点 右边处后方的这个点呢 它距离这个横中线 可能就是五指的距离了 距离咱们的竖中线呢 是四指 也可能是四到五指的距离 一个距离 自己呢 根据自己的画面去调整一下 找到这两个点 好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把它的一个厚度画出来 它的一个厚度呢 是一个往下 你看 它的厚度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灯窄呀 可能呢 在生活当中没有见过 在一些这个什么电视剧当中 有可能见过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把后方的这个位置呢 去给它添加出来 稍微的顿笔 然后一个弧度 咱们中锋呢 给它带过来 好 带过来了之后啊 咱们先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呢 还是用着这个小号的煎熬毛笔 灯多宽 一个颜料管这么宽 刚刚好一个颜料管这么宽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来调整一笔比较重的浓墨色啊 一定要重一点 然后呢 我们去添加一下 它后方的这个厚度 四尺对财长宽分别是多少 四尺对财长宽 可能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 有没有同学知道了呀 四尺对财的这个长度和宽度 给咱们这位同学说一下 因为我平时呢 是直接拿这个四尺的纸去对财的 所以我一般没有在意 它的一个多少厘米 好 来 然后我们从后方这儿 你看从后方这儿 咱们稍微的给它去添加一个 这个偏重的色彩 中间压笔慢慢的往下来带过来 然后呢 再往前去推一下 然后去处理下它的一个边缘处啊 谢谢咱们同学 咱们同学都是我的好助手 主要呢 是处理出来它的一个这样子的厚度 这一块咱们处理完了之后 再来拿这个重墨色 然后呢 我们把下方这儿 你看它还有一个小圈 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去入笔 就在刚好在这个灯展最下方 我们再去画的这个宽度呢 可能大概是两指宽 一个小圈 咱们从中间中锋压笔慢慢的 给它带过来 那如果觉得不够宽呢 咱们可以适当去调整 咱们唯有画画同学 终于见到了 灯画小了 灯画小了没关系 咱们继续接着把它画完 咱们画到这个上方灯展这儿画完了 我们要画出它下方的这个灯 灯展的这个杆对吧 还有下方的这个灯灯展的顶座 首先呢 我们要画这个杆的时候 还是要先来找到它最上方和最下方的两个点啊 最上方的点呢 就在这个小圈的中间 最下方的点呢 它可能距离咱们柿子的一个位置 你看距离柿子的位置呢 可能往上去是 以这个为参考 咱们往上去呢 可能是四到五指的一个距离 所以就在这儿 咱们点上一个这个小点 你看 然后呢 咱们把它连起来 我们要用到的就是一个大号的煎毫毛笔啊 这个线条呢 还是比较可验咱们功夫的 大号煎毫毛笔调整一个重窩色 这一块 这一块大家要屏住 咱们呼吸 所有的集中力 注意力都要集中到 咱们笔尖啊 来 注意大家呢 这一块可以先看 咱们在画的时候 从中间中方去行笔 稍微侧一点点 然后呢 把咱们的笔 由侧转中 给它压下来 来 屏住咱们的呼吸 你看 两个线条去连接起来 觉得有的地方画的不好 咱们趁湿呢 再去给它处理一下 让它的一个上下之间的长宽呢 尽量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行的状态啊 你在侧风的时候呢 稍微不要侧的太多 然后再转 马上转中风 给它带下来 好 这一块大家呢 可以开始画了 画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小心翼翼的啊 好 那咱们画完之后呢 要把它的一个把手处 给它添加出来了 注意它的把手处呢 这个把手上下方 两个线条距离有多宽呢 可能就是 不用颜料管 咱们呢 可能是五指的距离 在这儿 咱们去起笔 还是中风 线条稍微偏粗 慢慢的去给它 带过来 转笔 慢一点 带过来就可以了 你看线条呢 都是比较厚重 沉稳的 换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拿这个重墨色 把它的一个底座 给它添加出来啊 它的这个底座呢 注意我们竖笔处 可能距离这个 它的一个杆呢 最上往上 可能是一到两指的距离 在这儿 咱们不要直接从这儿 入笔了 稍微空个一两指距离 咱们中风 慢慢的由虚到实 给它压过来 再来转过来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咱们同样的 它是一个比较对称的感觉 压笔 慢慢的转过来 给它俩连接到一块 这个顶座的面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下方的一些 这个能够让它立起来的 这个几个小的部分 对吧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下 在添加的时候呢 第一个部分呢 你稍微往里来一点点 不要从边缘处啊 往里来 可能一到两指 压笔 中风行笔 带下来 一个小金 咱们回笔 再来中间处呢 中间偏左一点 压笔 中风行笔 慢慢带下来 注意它与柿子相接的部分呢 咱们就不要往下画了 再往右侧这儿 压笔 中风行笔 慢慢的 带过来 往回 稍微偏 稍微过一下 好 咱们这个底座处呢 就画完了 画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的一个灯芯 去给它添加上 没有灯芯 它怎么能够点燃呀 对吧 灯芯呢 中风去行笔 从这个肩部 中风行笔 带进来一个 这样的一个 由时倒序的线条 腿没位置了 什么地方没位置了 你是说中间吗 还是左右两侧呀 如果实在没位置呢 你就不去处理它 就可以了 让它们自然而然的 产生一些 遮挡的关系 也可以 好 灯芯的位置 咱们就处理好了 对吧 那然后现在呢 我们需要来换到 咱们这个 另一支干净的笔了 你是中号也可以 大号也可以啊 我们现在呢 先来调整一个 跟柿子同样的颜色 调整一个这个 淡的注标色 调整到笔度 然后呢 刮去笔度上 多余的水分 稍微偏干一点点 笔尖上呢 咱们再少量的 揉上一点的这个 偏重一点的 薯红色 揉在笔尖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火苗的感觉啊 火苗呢 你从这个肩部这儿 稍微压笔偏测压笔 慢慢的往上去推 推的时候 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须笔 你看带过来 这个就是一个 偏火焰的状态了 对吧 下方颜色偏重 上方颜色呢 会稍微偏淡一点 这个是火苗的一个画法啊 需要给大家再来 这个示范一下吗 你看这个火苗 怎么怎么画的 稍微比侧峰一点压笔 然后笔度压下去 慢慢的往上方 收笔你看 压笔往上方 慢慢的去 虚笔给它收上来 一定要虚 这个火苗呢 你不要直直的 去给它画上去了啊 压笔有一个弧度的变化 慢慢的再收笔 你看就可以了 比较的简单 哎呀 把咱们这个 所以说大家 用小告纸的时候 不要像老师这样了 对吧 把咱们的画面 都给影响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调整一个 非常非常淡的 一个注标的颜色啊 非常非常的淡 调整一个 非常非常淡的注标色 然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中间处 添加一点这个 类似于灯油的这个感觉 来去添加 添加的时候呢 不要给它添加的太满 有一些这个 虚笔的状态和感觉就可以了 下方处呢 咱们也是可以稍稍的 给它来一些 这个偏干的笔触 好 咱们这一块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来处理一下的 就是咱们下方这个底座这儿 用到是一个淡墨色 然后呢 一只大号的煎毫毛笔 一定要偏干一点点啊 墨色偏淡 好 然后咱们刮去 比度上多余的这个水分 去给它存擦一下 存擦的时候呢 你直接 拿着咱们的中锋 去给它铺一下 你看 从中间 往两边去 边缘处呢 不要给它存擦的太实了 好 这样呢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块呢 我们画完之后 现在我们就要来找到 咱们书的这个位置了 对吧 咱们刚刚练习了书 现在呢 我们赶紧趁热打铁来 看一看 咱们这个书 怎么去画的 首先呢 我们先来找到这个书呢 它的一个厚度的位置 它这个厚度在哪呀 它的厚度呢 距离咱们的这个 你看 这个灯的底座呢 往左去 可能是一指的距离 刚好在它的一个左侧 左侧啊 刚好呢 与它平齐处 咱们来点上一个小点 你看 两个小点 宽度呢 大概是一指距离宽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笔处呢 给它画出来 用到的呢 是一个中等偏淡的墨色 中等偏淡 然后笔度上的水分一定要少 用到的笔呢 也是一只小号的煎豪毛笔 线条比较细 来 从中间这儿 咱们呢 画出它的第一个厚度啊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大概有多宽呢 还是拿出咱们的颜料管 给大家比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翻页的这个厚度呢 给它添加出来 距离它的一个 你看 你想让你的书厚一点 翻到多一点 你就从中间出去画 你想让你的书呢 翻到少一点 你就从中间往上出去画 就可以了 慢慢的咱们给它带过来 好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啊 把它的一个 你看 把它的这个左侧平铺在 平铺着的这个 部分呢 给它添加过来 画的时候呢 要有一些弧度 它大概呢 距离是 在这个地方 咱们以这个地方为参考 稍微往上去 两到三指的距离 然后咱们去给它添加过来 线条呢 由时到需 慢慢的有一些弧度的变化 去添加过来 然后再把它下方的这个厚度 去添加一下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把后方的这个 找到它的一个点 它的这个点呢 大概是距离咱们的一个数中线 对吧 距离数中线往左呢 是两到三指的距离 大家呢 可以在这儿点上一个小点 距离咱们的这个灯芯呢 你往下 你不要参考那么远呢 你就参考灯芯 可能是四指的距离 就在这儿 然后咱们给它添加过来 来 然后咱们再来画出一个平行的线条 从这儿 画出它的一个长度 跟它平行 有一些呢 它可能会经过这个灯斩 对吧 你慢慢的顺着这个方向 给它 后来 不要呢 错位了 就可以了 再来往下方 画出它的一个弧度 再往后方啊 咱们同样的这个 比较平行的一个线条 好 画完之后呢 你看我们现在呢 就去找它的一些 这个小的细节 画这两个线条的时候呢 它也是平行的 好 然后这儿有一个 黏着的它的这种 中定线的一个宽度呢 咱们也给它画出来 画完了之后 对吧 我们现在呢 把咱们的笔 村擦的偏干一点 然后我们去画出它的这个 翻印的这个感觉啊 然后呢 你看大家注意 咱们比略微偏侧 也可以偏中风 咱们呢 去给它增加一些这个厚度 你去增加厚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大家不要去用太多这个细碎的线条了 一定是要多用长线条 长线条当中呢 你略微带上一些这个短线条 也是可以的 来下方的这个厚度 咱们也去给它添加上一些啊 长线条 咱们去给它画过来 好 这样呢 咱们的书是不是就 丰满起来了呀 好 然后我们现在不要着急啊 书的上面呢 不可能是一张白纸 肯定还是要给它添加一些内容的 我们呢 还是先去画出这种 与边缘处平行的线条 线条呢 有一些这种若断若续的感觉 再来去中间画上一些这种小格子 小格子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线条也要有一些这个虚实的变化呀 这种断断续续的感觉呀 咱们呢 都去找一找 立体了 是的 再来往后方 来慢一点点 你看 小心一点 再往后来 继续去添加 也是一些比较平行的这个线条 好 咱们把这个书印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给它染一点颜色 我们用到的颜色呢 是一个 这个褶石的颜色 来添加一个褶石 你可以用一个大号的煎好毛笔 小号的中号的 咱们都可以啊 调整一个比较淡的褶石的颜色 非常的淡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 拿这个颜色 我们去给它染上一些它的这个纹路 骨字 来 然后我们去染一下这个边缘处 你看边缘处的线条呢 我们去顺着这个墨色 去给它勾勒一下 你在勾勒的时候呢 不用把它全部勾完 你可以有一些这个断断续续的感觉 咱们这个不是 咱们这个是葵花宝典 好 你看这些线条上呢 咱们都去给它染上一些 你在染的时候呢 你也要有一种这个断断续续的感觉 你就不用把它每一个呢 都染的那么实在了 那下方的树叶呢 我们也是可以稍微的给它染上一些 来 上边的这个翻页处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 你呢 一定是要染在这个墨线的上方 从外侧往内侧去染 那侧呢 也稍微的给它染上一点 咱们这一块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还需要来调整 另一个颜色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颜色 是不是用的非常的多啊 其实呢 小碟子也用的很多对吧 我们来调整一个这个深青的颜色 染的是一个淡折石的颜色 来这个深青的颜色了 我们来调整一个这个淡的深青色 颜色要比较淡一点 非常的淡 然后呢 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还要往笔尖上 稍微的给它带上一点的这个淡漠色 稍微带上一点淡漠色 我们去从后方往前方呢 去给它染出来这个书的一个感觉 你在染的时候呢 你也是要留上一些这种非白的状态 是比较好的 用这个淡漠色呢 我们主要是去强调一下这个书 它一面的一个感觉 什么笔都可以 你染色什么笔都可以啊 好了 这一块呢 就是咱们这个书的一个画法了 这一块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下方的一个燕麦也干了 对吧 我们呢 就可以用这个重墨色 略微偏重的墨色 咱们把这个叶片去给它染一下 这个勾勒一下燕麦 染书用的什么颜色 你说的是什么部分呀 这个地方用的深青 这个地方用的折石 来我们现在要勾勒燕麦了 你去勾勒的时候呢 你看它是一个偏侧面的叶片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叶麦是这样去生长的 外侧呢 也是一样的 小一点的叶片 咱们继续去添加叶麦呢 跟我们以前所学习到的方式是一样的 只要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线条 由时到序的叶化 这一块画完之后 我们再去添加一下果饼 果饼处呢 我们主要用到的是一个比较重的墨色 先去添加它下方几个 大概是四到五个这样的小半 笔处呢 稍微偏测 来压比 第一个 第二个 咱们压比 它的这个笔处呢 都是偏圆润的一个感觉 再去添加上它的一个果饼 这里也是一样的 压比 第一个比 第二比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它可能不一定都是五个半对吧 有的时候呢 也会是三个半 因为呢 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遮挡的关系 好了 咱们的这个柿子呢 和咱们的一个叶麦就勾勒完了 好 我们现在呢 画完之后 右方是不是还有一串葡萄呀 大家这时候呢 就可以来复习一下 咱们葡萄的一个画法了 葡萄用到的颜色呢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呀 咱们葡萄用到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 三七 加鼠红 加这个花青的颜色 三七咱们有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来挤上一点鼠红 来 咱们的鼠红 再来加上咱们的花青 咱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的颜色 也是非常雅致的 对吧 颜色非常的漂亮 咱们画葡萄呢 你可以用一个中号的煎毫毛笔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先来调整颜色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还是先画重一点的这个颜色啊 先来调整一个淡的 淡的一个紫色 淡紫色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这个鼠红加三七 你给它呢 揉在一块 这个就是一个淡紫色了 我们揉到笔度或者是笔根的位置 好 调整好这个颜色之后呢 我们现在第二步 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 我们第二步呢 就是要往笔尖上去揉这个鼠红 加三七的 加这个花青的颜色啊 花青 因为我们现在要调整的是一个偏重一点的紫色 来 揉到笔尖呢 要调和的均匀一点 好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来找到第一个葡萄的位置 它就在咱们这个书往右方这儿 你看刚好往右方 跟它呢 紧密的挨在一起的 咱们的用笔呢 你可以是 一笔往上去推 再从中间这儿 给它拧动毛笔推过来 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一颗葡萄了 你可以用两笔去完成 也可以 葡萄的一个大小 大家还记得吗 那这个是咱们的第一颗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往笔件上去调整一个偏重一点的 属红加花青的颜色 我们先去把画面当中 几个比较重的葡萄的这个位置 给它确定了 再往后方去添加 再来 在它的一个左下方处 你看紧贴着这儿 去添加一颗 一笔往上去推 然后慢慢的去给它带下来 第二颗 然后再往笔件上去加上这个偏重一点的花青 和属红的颜色 重色调整的方法呢 都是比较相似的 距离它的一个 距离这个葡萄往右处呢 一指的距离 我们在这儿呢 或者是两指再去给它添加一个偏重一点的 来咱们呢 给它带过来 你可以趁势呢 让它更加的饱满一点点 再来咱们再来继续去添加 没有颜色的时候呢 咱们就及时的去调整这个笔件上的颜色就可以了 来 在距离这个上方处 半指的距离 来距离 它是在比它还高一点的 看到了吗 就在它的一个上方处 去给它添加一颗 好 这几颗葡萄画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调整一个偏淡一点的颜色了 对吧 笔件上呢 你也可以适当的 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这个 三清的颜色 让它有一些这个偏 挂霜的感觉也可以 笔件上咱们适当的来上一点 鼠红加这个花 加这个三清啊 三清 调整的略微偏重 咱们揉到笔件处 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两个葡萄之间 它是一个比较文整一点的葡萄 咱们去给它添加上 两笔咱们给它带过来 你看这个葡萄呢 它的一个深浅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调整 换完一个之后 不用再去调整颜色了 我们来再继续拿这个颜色 往它上方 再去给它添加一个 它们自然而然呢 就会产生一些这个颜色深浅的变化 好 然后我们在它的一个下方这呢 再去给它添加一颗 颜色呢 还是变化不太大的 调整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再来往里带进来一笔水分 我们把这个颜色呢 调整得更加的清透一点 那往里呢 带进来多一点点的 这个深清的颜色 好 来找到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露出来的半颗 咱们呢 给它带进来 来了 怎么才来呀 在适当的往笔件上呢 带进来一点点的这个深清色 在这两个葡萄之间 咱们再来给它添加一颗 你看我们把完整的画完之后呢 就直接是往中间去给它添加一些 像这样的 有遮挡关系的葡萄了 来 在这两个之间 左下方这儿 再去添加一颗 比较的饱满 好 然后呢 我们画到这之后 再往笔件上去揉进来的 就是一个 鼠红加花青 鼠红加花青啊 颜色偏重一点 来 再打 在两个葡萄之间 往右下方 两指的距离 不要画得太宽 在这儿 我们去添加一个 来晚了吗 来晚了 你现在就只能跟着我局部练习一下了 或者是你先看我画一下 找找感觉 好 然后我们再往笔件上去调整一个 这个 深清的颜色 来 在它的一个右侧 去添加 去添加另一个 跟它有遮挡关系的 再来笔件上稍微调整一个 鼠红加这个淡一点的花青 右侧这儿 右侧这儿 还有一个 偏 小一点的 跟它们呢 也是有到一定的这个遮挡关系的 咱们给它添加过来 然后现在呢 我们不用再继续调整颜色了 在这两个葡萄之间 咱们还有一个 拼小一点的 有遮挡关系的 咱们给它添加过来 好 咱们这一串葡萄呢 就画完了 自己可以根据 自己画面的需要 进行一些补充 添加或减少都可以 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拿这个重墨色 笔件上 站上重墨 给它点上它的一个果地 我们在点果地的时候呢 自己要注意它果地之间的一些 这个方向上的变化 去给它添加 待会呢 我们还会给它 加上一点太白的颜色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拿出咱们的一个太白色 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现在跟着我一起点啊 也可以呢 刻后自己去点都可以 那咱们拿出一只干净的笔 但是呢 我们家的这个太白色呀 一定要把咱们的笔 给它清洗干净 去给它点上一些这个 比较亮一点的这个高光 果地颜色 果地就是一个墨色 大家忘了我们之前学习的葡萄了吗 应该没有忘吧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会儿好多同学 特别喜欢那个葡萄对吧 好 咱们这个高光的颜色就 这个添加完了对吧 可以啊 现在跟着来听一听也可以 好 调整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需要去添加 中间它的一些小枝了 中间的这个小枝呢 我们用到的颜色 就是咱们的一个墨色 加这个 着实的颜色 来咱们 比例呢 刚好有这个墨色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用它来 调整一下这个着实的颜色 看来是不是下次上课 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呀 是不是又忘了 来调整一下 这个折实加墨色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稍微刮去一下 咱们笔度上的这个水分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可以了 好 来我们找到它的一个 先画出中间的这个小枝 稍微顿笔 从中间这儿给它带下来 再往下延伸过来 中间这个画 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往左右两边 去错落有致的添加 错落有致的添加一些 这个小的枝干 不要呢添加的太多 大概呢 你添加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可以了 线条呢 要有一些这个由时到需 有弧度的这个变化是最好的 好了 这一块呢 我们就画完了 大家画完了吗 这一块如果画完了的同学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6好吗 画完的同学啊 可以适当的休息休息 喝点水呀 咱们等一等别的同学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裸动画纸咯 我们现在呢 要画的就是这个 上方的这个花瓶啊 我们先把这个花瓶给它画出来 再去画下方的这个 小桌子 你说它是一个小桌子呢 也可以 你说它是一个 这个小凳子呢 其实也可以啊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小桌子 这个 这个花瓶 老师都把自己给搞糊涂了 首先呢 我们先来找到这个花瓶 它的一个瓶口的位置啊 瓶口处呢 它距离咱们的一个 中线处 是一纸的距离 那距离咱们下方的 这个横中线往上呢 可能是三到四纸的一个距离 所以大概在这儿 自己呢 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右侧呢 它大概在 你看 它有多宽呀 这个 大概是一个颜料管 不加盖子的一个长度 所以呢 我们把另一个小点 给它点出来 这个就是花瓶 瓶口的一个位置了 它两个转折处呢 大概是一纸 距离一纸 大概一纸 多一点点 然后呢 它就会转折了 稍微往下方 咱们把它转折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适当的给它点一下 这样把位置定好 咱们待会直接去连线就可以了 好 它的一个宽度呢 慢慢的往左侧 大概在这个地方 会略微往下去来一点点啊 在这个地方呢 它会慢慢的往右去转 这两个点呢 第一个点 它转折的这个点呢 是距离咱们的一个 竖中线 三指 或者是两指半的一个位置 距离下方的这个横中线呢 是一指的位置 来找到这个点 然后呢 你往右去 它是比较 它是一个比较 这个对称的嘛 所以往右去呢 就是两个颜料管 一个颜料管 加盖子 一个颜料管呢 它不加盖子的这么一个 长度 或者说 是这个花盆的一个宽度 就可以了 两边呢 还是比较对称的 再往下方 咱们再来往下方啊 我现在呢 就是在讲位置 再往下方 再往下方呢 它的两个点 你看 它是这样 直接对下来的 对下来的这个点呢 它是在 咱们的这个 竖中线往左 也是两指多的 一个距离这儿 大概呢 往下距离上方的 这个横中线 与下方的 这个横中线呢 它刚好是处于 中间位置的 它的一个宽度呢 还是同样的 你呢 还是一个颜料管 加盖子 另一个颜料管呢 咱们不加盖子 它的一个宽度 所以咱们还是在这呢 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你看这样几个位置 咱们是不是都找到了呀 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个 中等偏淡一点的墨色 来大概用到一个 中等偏淡一点的墨色 咱们刮去 笔度上多余的这个水分 笔度上的这个水分 一定要少啊 这个时候没有跟上的同学 你可以在小稿纸上 去练习一下线条 来我们先把它的一个 这个花瓶口的位置 下方的这个线条呢 咱们给它画过来 有一个弧度 慢慢的给它带上来 上方处呢 你稍微给它带进来 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它待会儿往上方呢 还有一些这个梅花的枝干 要往外去延伸的 好 稍微给大家缩小一点点 如果我再把位置 再给大家说一遍的话 大家这个作品可能就完不成了 所以说这个没有记清楚 位置的话呢 咱们同学课后 稍微看一下回放好吗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了 来然后我们找到这几个点啊 往下去延伸 线条呢 还是中锋去行笔的 注意线条转折 和它的这个弧度的变化 慢慢的 你看它的这个花瓶呢 也是有一些往外去拱的 这个感觉 它不是一个非常值得线条 你看它的这个线条呢 要有一定的力量感 再往右侧 中锋慢慢的到这个点 这个位置 再来往下中锋 弧度的变化 好 再来往左侧 带进来 带进来的时候呢 你不要着急 下方这还没有连接过来 对不对 你去衔接的时候呢 衔接的自然一点 往中间有一个弧度 好 再慢慢的去衔接过来 好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画好了 这个线条呢 是比较长的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不要跟我一样了 边讲画边去画了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着 咱们去把这个长线条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 长线条不要直直的过来了 注意转折和弧度的变化 严重变形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呢 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见过 有的画家呢 他在去画这些花瓶呀 还有这些器皿的时候 他不喜欢把这个物体画得非常的对称 他不喜欢把这些物体呢 画得非常的严谨 反而是有一些这个变形呢 会体现出他所要表达的一种精神状态 其实呢 这样也是可以的 错了一个格 你错到哪个格了呀 大家呢 一定要 这个 跟咱们左侧的一个案例图去对照一下啊 好 画完之后 我们现在把它上方的一个列文去给它画出来 今天有同学问我 这个列文有没有什么将法呀 其实列文呢 没有什么将法 它的这个列文本来就是 不规则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我们在去分割的时候呢 注意它的一些这个大小不同的一个变化呢 就可以了 自己在画这些列文的时候呢 也不用跟我一模一样 自己呢 可以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变化 线条呢 线条呢 不要产生那种非常平行的一个状态 错了一个格 错了一个格也没有关系 首先我们先把画面画完整 待会呢 你再去画下方的这个小板凳的时候 对吧 你就稍微呢 你就稍微呢 跟下方的一些物体去产生一些这个遮挡的关系就可以了 来画出这个列文 你看就像是去再去分割 去交错 你看分割出来的呢 就是一些瓶子口多大 一个颜料管的距离啊 好这样呢 去给它分割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块我们画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要往上去把梅花的这个质干去画出来了 咱们画梅花的质干呢 用到的是一支大后的煎毫毛笔啊 来首先我们要画的第一个质干呢 它是比较粗壮的 我们调整颜色的方法呢 还是先来调整一下这个淡墨色 然后再去调整这个重墨色啊 调整到淡墨色调整到笔度 重墨色呢 咱们调整到笔尖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处 调整好之后 一定要来回的刮去 咱们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笔尖上呢 咱们再来揉进来一个二分之一的重墨色 你去揉到这个大概笔度的位置就可以了 画完了 好嘞 那咱们呢 注意它从屏口左方处一点点 来去给它延伸 稍微压笔往上去推 线条呢 转折和起伏的变化非常的大啊 慢慢的去行笔的速度呢 你可以略微的偏慢一点 越往上咱们的笔尖呢 逐渐逐渐的聚拢在一起 再来慢慢的去拧动咱们的笔杆 让它聚风 你也可以稍微的把你的笔呢 立起来一下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去 延伸 你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小支 但是还是想问一下 老师用的生鲜纸和颜料 是什么牌子 老师用的这个生鲜纸呢 好像是静庭山的啊 那也是在 是咱们公司的 然后呢 这个颜料就是玛丽的颜料 玛丽的这个12毫升的颜料 成了木兔兔 好 笔尖上咱们再来调整一下 这个注墨色 然后我们先不要着急去添加小支 先把它右侧的这个支杆呢 再去给它添加上 来右侧的这个呢 就会比这个稍微偏细一点了 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录的 这个小视频呢 它呢是会有到一个这个 主次关系在里面的 来往左下方去延伸 稍微顿比 注意它们之间去衔接的一个状态 划过来 注意支杆之间 它的一个这个由粗到细的变化 越小的支呢 越要划出它的一个非常有柔韧性的力量感在里面 再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去可以把 它的一个小支给它添加过来了 从这里出鼻慢慢的中锋 给它带过来 好 再来往下方 你看中锋行笔非常的有力量感 一定不要用侧锋了 你侧锋的话肯定是画不出来它的这个力量感的 再来从这个地方咱们压笔 好 咱们的这个小支呢 上方的这个小支就画好了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挪动画纸 把几个成的这个支条呢 咱们继续去给它补充完整 笔尖上继续调整一下银色 来 在这个支杆上呢 它还有一个是从它的上方去出支的 往左上方去延伸 稍微顿笔慢慢的给它由粗到细的带上来 再来往左上方去倾斜 好 大概到这儿 这个支画完之后 我们现在呢就需要继续往上去 这个延伸和穿插了 稍微顿笔再往上方 一些这个小支呢 它也是比较有力量感的 还有一些这种非常小的支 待会呢咱们再继续去给它补充细节 好 大概呢在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小支呢 给它去处理出来一个类似于 女字出支的这个感觉和状态 稍微顿笔 慢慢的再去往上带出来一个小支干 我们没画的小支呢 虽然说还是要画的丰富一点 但是呢不能多啊 多了的话呢 所有的东西你多了的话呢 就显得它反而没有那么好看了 来咱们再往右侧 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支干呢 咱们继续去给它添加上 还是从屏口的位置去出笔的 咱们稍微顿笔线条转折 再往上慢慢的去延伸 你看它是不是有一种穿插到画面外去的 这个感觉和状态 继续去添加该转折的 咱们转折该顿笔的 咱们去顿笔 好 这一块呢 咱们穿插完了之后 再上方这 我们刚刚没有画的这些小支呢 咱们同样的去给它添加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所有的一个小支干就画完了 支干画不出力量感 如果画不出力量感的话呢 课后可以多练习一下 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去练习一下这个传书 我们一开始在学画画的时候呢 以前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呢 就会说 大家一定要练习一些传书 传书它所写出来的这个字呢 是非常有力量感的啊 你多练练呢 会更有 这个对咱们的笔呀 用线呀 就会更加的有感觉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调整一个重一点的墨色 去给它点上一些胎垫 在点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台点的一个大小 结合的这种关系 以及它的这种错落有致的感觉 同时呢 你不要点的太多 再来左方这呢 你越往下之干 可能越来越大了 你的台点呢 可以适当的偏多一点 右侧这儿 咱们点上一些这个台点 想让你的枝干丰富呢 你的台点可以略微 在这个小枝上可以略微多点一点啊 其实呢 咱们梅花上的一个小枝的台点呢 还是稍微偏多一点的 好 再来 那咱们画面当中所有的一个这个台点呢 我们就添加完了 这一块呢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稍微截个屏 对 大家呢 先去找到位置 位置找到之后呢 再去下笔就会 就会更加的胸有成竹了 好 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稍微截个屏 买谁的字体啊 如果是传书的话 肯定是买无称硕的那个 十古文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往上去添加梅花了 梅花呢 大家也是学过的内容了 对不对 相当于呢 又复习一下 咱们入门课程当中 学习到的这个内容 我们现在呢 先来调整一下这个 中号的煎号毛笔 把咱们的笔呢 稍微清洗干净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的时候 先来调整一个淡的属红色 你去揉到这个笔度的位置 淡的属红色揉到笔度 然后呢 咱们在笔尖上揉进来一个 略微偏重一点的这个属红色 就可以了 来 我现在要放大咱们这个画面了 首先呢 我们从中间的这个位置 去添加它的一个梅花 大家呢 纸张比较长 一定要小心 不要把咱们的这个纸弄坏了 中间这儿亚笔 你去画的时候呢 梅花它是这种比较偏圆润的一个花瓣 变化 变化变去调整颜色 注意花朵之间呢 它的这种双刺错落的一个感觉 再来往下方继续去添加 咱们呢 直接是测封 你看有一种类似于这个推笔的动作 五个花瓣 画的时候呢 梅花颜色 梅花用的是鼠红色啊 鼠红色 画的时候呢 肯定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遮挡的关系的 咱们要适当的给它表示出来 画的时候呢 它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小花苞 咱们肯定呢 也还是要给它添加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上方 来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半开的花苞 我们呢 给它去添加过来 来再往上方呢 是一个盛开的 但是呢 它是一个侧面一点的花朵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结构 有一个小花苞 路过来了 再往上 好在这儿 在两个枝干之间呢 咱们同样的继续去添加 画瓣呢 也是要稍微偏圆润一点的 我们画的这个是写一画 一定要用深圈 像木骨画呀 公笔画呀 你就一定要用熟圈了 好来往上 你在处理的时候呢 你看花朵也是要有一些这个大小上的变化的 有一些小花苞 咱们去逐次的给它添加 好咱们这个花朵画完之后呢 再来注意这个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小花苞对吧 咱们呢还是来给它添加一下 再来往右侧 上方这儿一个盛开的花朵 左侧一个小花苞 咱们给它添加过来 半身手可以吗 大家如果现在半身手很多你可以用 但是往后呢 你就一定要买深圈了 尽量就不要再用半身手了 好我们现在呢再来往下方了 来下方的这个小枝呢 咱们现在继续去添加上啊 这个小枝上的一些梅花 同样的还是先去添加盛开的花朵 来在这个枝头上就有一个盛开的 后方这呢还是一个半盛开的一个状态 一些小花苞 一些花头呢它是朝下的 你看所有的画啊 它这个变化呀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好那然后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这个略微半开的一个花朵 再来往下 老师的枝感觉很厚 其实呢这个枝它也不是很厚啊 大家在买的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中等的这种厚度 一般来说呢就比较好了 其实太厚呢它也不太好 谢谢咱们红柳同学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再要往上螺动 在这两个枝干之间 我们再来去添加一个盛开的花朵 测封一点咱们稍微圆润的给它带过来 好了然后呢再来往右侧 右侧的这个枝干上呢就是一些小的花苞 主要是以花苞为主啊 花苞呢你在处理的时候 它也是会有一些大小枝分的 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有的小花苞呀它也不一定非要是长在这个枝干上的 有的呢它也是会跟枝干有一些这个 隔的比较开的这种感觉的 好了咱们的这个花朵呢就画完了 跟不上不要着急 你这一块没画你客户再画都可以 对吧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就需要去调整一个鼠红加墨色了 鼠红加墨色咱们呢去把它下方的这些 鳄片对吧鳄片呀这个 还有它的一个花蕊呢 咱们用这个鼠红加墨的颜色去给它添加上 调和好之后我们来 稍微放大一点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去添加它的鳄片 鳄片呢我们再去添加的时候 你看大概呢两到三个笔触就可以了 一些花蕊呢线条一定要细 然后点上一些这个参差错落的 这个花药 再来往下方你看有一些连笔的这个感觉和动作呢也是可以的 小的花药上它也会有鳄片呀 咱们呢也是继续去给它添加 越小一点的花药呢它可能露出来的鳄片呢也就会更少了 可能也就是一两个 这个花药和蕊丝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也要给它处理出来这个参差错落的感觉 好的咱们争取明天更完非常好 咱们是有目标的同学 来再来往后方 有的时候呢你看它就是这样直接点出来的一些这个花药 有一些连笔的这个感觉啊 今天的纸张是多大呀四尺对材的 那些小花药咱们给它点上 再来继续往后方啊 这一块呢我稍微画的快一点 要不然待会又耽误了大家这个休息的时间了 有目不要的同学欠债太多 来再往下方呢去给它点上一些这个鳄片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来往下方了 不是咱们每一个盛开的花朵都要去添加花蕊的 不是咱们每一个盛开的花朵都要去添加花蕊的 你要根据它角度的不同去添加这个花蕊 来再来双方这儿 来再来往下方去添加这个鳄片 稍微的给它有一些连笔的感觉 花蕊 花蕊呢咱们就可以给它一笔 给它带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还有在中间这儿咱们别给它移放了 好那咱们画面当中呢所有的一个梅花和花苞 咱们就画完了 鳄片呢是一个鼠红加墨色啊 鼠红加墨色没那么大的纸 那咱们就同学适当的去缩小 好这一块呢就是梅花的画法 现在呢大家如果梅花没有画完的话 待会儿大家课后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把它补完好吗 我们现在呢要去来添加一下下方的这个小桌子了 这个小桌子呢我们用到的也是一个大号的金豪毛笔啊 来首先我们先来拿出咱们的一个碟子大号的金豪毛笔 先来调整淡墨色来调整一个淡墨色 调整完这个淡墨色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刮去笔度上多余的水分 然后咱们笔尖上再来调整一个二分之一的注墨色 你楼到二分之一处 这个时候画这个小桌子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尝试着站起来去画这个线条啊 因为我在课后画这个的时候呢都是站起来画的 觉得呢这样去画更有力量感 首先呢我们找到这两个桌子的一个位置 距离咱们的这个底部大概呢是三指的距离 咱们在这点上一个小点 右侧呢也是同样三指的距离 哎在这是不是发现它还有一个厚度没有加呀 咱们呢就可以用一个小号的金豪毛笔 站上一点淡墨 把这个厚度我们去给它添加上 稍微往下来一点 大概呢就这么宽的一个小小的厚度 咱们平行着给它画过来 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呢把它的这个桌面 它是一个类似于竹边的这样的一个小桌子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笔一定要稍微偏厚重一点 压笔慢慢的给它中锋转笔呢带过来 来稍微往上提一下 你看稍微往上提 然后再来调整颜色 侧峰一点压笔 压笔往右侧 往右侧去推 然后咱们再来慢慢提笔 再来调整一下咱们的这个笔封 你可以从外侧往内侧你看 从外往中间去转笔给它 带过来也可以 然后呢趁湿把这个边缘处呢 给它处理的略微平整一点 好这个呢是第一层 第二层我们再去添加的时候呢 你要隔开的这个感觉呢 就不要直接从中间对开了 你可以往前可以往中间 稍微隔出来一个水痕 我们同样的一个宽度啊 咱们侧峰压笔 然后慢慢的提笔 再来往右方稍微 侧峰压笔往右侧 推笔 调整一下咱们的这个笔封 中峰去行笔的这个感觉啊 再来咱们压笔往右侧去推 在这往上去轻调咱们的这个笔尖 一定要把它画的比较的厚重 不要画的太单薄了 好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把它的几个 这个猪腿咱们给它画出来 来调整调整的颜色呢还是同样的 直接从它的边缘处往内侧 往下去延伸 下方呢它的一个长度 大概是咱们的这个灯 往下这大概是三指的距离 所以呢我们注意它的一个顺着往下来的方向 大概在这儿我们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停顿的这个感觉 测风咱们压笔 稍微调笔 然后再往再来稍微偏测 再压笔 稍微往上去调笔 捉腿 捉腿同学咱们是捉腿啊不是猪腿 这大晚上呢咱们怎么能说 这么具有诱惑力的食物呢 再来测风 稍微偏测 压下来 来到这儿 轻调 就出来了对吧 然后咱们再来把右侧的这个桌腿给它画出来啊 调整一下墨色 下方呢它也是到了大概呢是在这个 你看葡萄上方这儿 稍微的咱们 顿笔 材质 竹子 侧风来稍微压笔 中风行笔慢慢的压笔往上去轻调 再来往右下方压笔这儿 倾斜着压笔然后往下 再来咱们轻调啊 你看我们就是要画出它的这种类似于竹子的竹子的一个感觉 桌腿中风行笔吗 是的咱们桌腿呢一定要中风行笔 你呢把你的笔稍微往下去压一点它就能画的比较粗了 来侧风 转中风慢慢的压笔 然后咱们提笔啊 主要呢是中风去行笔的 好画完之后咱们再来调整一下颜色 找到它的一个另一个前面的桌腿 它的这个桌腿呢是在 不是在正中间是稍微往右靠 距离这个腿呢稍微四指的距离大概在这儿 这一个腿呢它会稍微的更往下来一点了啊 稍微低一点大概就在这个指张边缘处 咱们去给它添加 来侧风转中风咱们压笔 再来继续去添加 再往下 压笔往上去轻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前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画完之后 再来我们去添加它的一些这个小的细节啊 小的细节呢就是在这儿它是不是还有一圈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小的结构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弧度跟上面的线条呢是比较平行的 来咱们中风距离大概呢是四指的一个宽度 往中间有一个弧度咱们慢慢轻调一下 再往右方去 然后带过来 一直画下去可以吗 最好还是要给它截断一下啊 你不截断的话怎么能感觉它像竹子呢 好画完之后我们现在呢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这个 像竹节边的这个纹路呢我们去给它画一下 像其实呢也跟上方的这个列纹比较相似啊 没有太多的一个规律 主要是呢你画出它的这种结构就可以了 还是要中风去新币 还有一条腿不要着急那个是后方的 那个是后方的 我们现在呢先把前方的这些部分画完再去画后方的 你看这些竹节的纹路 腿大概有多宽 你的中风大号尖号毛笔能压到多宽呀 其实呢它大概就是一个 你看颜料管盖子下方的这个宽度啊 颜料管盖子下方的宽度 再来下方还有一圈对不对 我们呢去把它添加上 还是跟上方平息大概呢 在这个位置距离往下处呢 是一个颜料管的一个宽度再去添加 稍微顿笔慢慢的提笔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带过来 墨色上要有前后层次区别是吧 我们现在画的是前方 墨色当然要重一点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淡墨色 这个同学很棒啊 总是想到老师前面去了 但是呢不要着急老师都会讲到的 好现在呢一定要调整一个淡墨色了 来我们先把它后方的这一圈给它画出来 稍微的顿笔慢慢的提笔一下 再来往右方提笔一下再来 好这个部分呢咱们就应该画完了对吧 墨色上呢它也有了一个前后的层次关系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个先不要着急添加它的一个纹路 我们待会呢还要把它的一个后方的这个腿给它画出来 来来找到这个位置啊 距离呢是在距离这个腿大概呢是一个颜料棍 不加盖子或者是一个四指的距离 在这儿我们呢去给它点上一个小点 来直接往下方带过来啊 中锋压笔给它呢带过来 提笔 再来往下方 提笔再来往下 好这个呢咱们就画好了 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来再来调整一下这个淡墨色了啊 我们再调整好之后把它下方的这个纹路呢 你看也不能说是它的纹路吧 是它的这个小的框架结构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下 来你看还是这样一些交错的线条整体上呢也是比较厚重的 好下方这儿我们就画完了再来往上方 往上方呢还是淡墨色我们先把它的那一圈 内侧的那一圈画出来 稍微压笔慢一点 带过来再来往后方 画完之后呢我们还是拿这个淡墨色稍微的去给它 交错一下就可以了 你交错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去考虑前方了 你直接往下去画就可以了 你看你不用考虑前方 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层次的变化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画完了 待会呢给大家去揭个图 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调整一个淡墨色 你看桌面它是不是非常的空呀 那我们呢拿这个淡墨色啊去给它存擦一下这个桌面 来还是侧风一点咱们去横线去给它存擦 注意它于是这个画盆相机的位置 给它存擦过来 非常淡的墨色 稍微有一点阴的话赶紧来咱们的这个视笔纸去稀释一下 好那咱们这一块画完之后呢 现在又需要咱们同学啊拿出一个干净的小碟子了 以及咱们的一个三绿的颜色 最好呢我们去上这个花瓶颜色的时候要用一支大号或者是 这个提头笔去画都可以啊我们来调整一个 把这个颜色调整的偏淡一点 你看老师的这个笔是不是特别大呀 我们来调整一个淡的森绿的颜色 大概呢我们去给它揉到笔根处 因为待会我们要用测风直接去给它 三笔两笔的给它带过来 这样呢它流的水痕也会少一点 好然后我们来添加这个颜色了 顺着它的一个外轮廓处呢往中间 你看测风去给它带进来 如果你觉得画面有点阴 那你在边缘处呢你可以稍微往内侧来一点 你就不要画到太外面去了 从外侧往内侧去添加 你看直接是测风顺着它的一个半轮廓结构 往中间去测风带进来 好了那咱们这个画面当中 所有的一个物体呢就画完了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给大家缩小着来看一看啊 因为大的提头笔 是的我用的是一个大号的提头笔 直接大面具的去给它染色的 大家呢我也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啊 这样你就会画的更快 同时让它颜色也会更加的均匀 看着就甜肯定是超市里面最为畅销的那个水果了对吧 给大家测着去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画面 来啊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部分 大家呢可以稍微的结个图 来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呢我现在会拖动着咱们的这个画质 因为它太大了 好来往下去给大家拖动着看一看 好你看 再来往下方 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了 颜色非常的雅致对不对 再看一下 好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啊 从下往上去看 来往中间 没结好没结好 待会你回放结一下好吗 主要把这个几个主要的部位 你可以结一下 来没花出 来大家可以结一下 这是两幅画的内容 这是一幅画的内容呀 太长了是一个四尺对材的纸张啊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也辛苦了 课后呢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课后稍微花点时间给他补充完整 没有画的同学呢 咱们明天多花点时间 看看回放给他补充完整好吗 咱们明天呢没有课咱们后天再见了 好同学们再见 再见 亲自你落款啊你落款落在左方左左侧这儿 刚刚我们在PPT的时候给大家讲了的 好再见再见拜拜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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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